他总像个机器人一样监视着我 甚至还跟踪我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只是想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可他总是误解我 他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 我在我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 每次我关心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灵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张28岁 来自吉林剪辑师有请 女嘉宾小鱼23岁 来自浙江助理 有请小鱼 有请 欢迎两位 剪辑 对 您是做什么助理的 董事长秘书 董事长秘书应该 做事都有条不紊的对吧 对 紧紧有条的是吧 然后男朋友说 在生活里你也很紧紧有条 对不对 一点吧 也不算太 我觉得很好 也不算太过 但是男生有点受不了了是吧 对 我跟他相处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发现 就是我感觉在跟一个 就机器人谈恋爱 而且他就是不知道 最近受什么刺激了 就管我管得非常严 就控制欲特别强 然后我现在就是实在受不了 行 那咱一点点说 怎么叫机器人谈恋爱呢 他给我弄了一个什么 就是破好感度系统 就是说我如果没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他就会扣我好感度 那不是觉得好玩吗 情侣之间不应该有点情调吗 好玩 那情侣之间哪有这么谈恋爱 哪有正常人是像咱们这么谈恋爱的 就是说他会定时定点的 就是早上八点 中午十二点 晚上六点 都会给我发一些消息内容什么的 就是什么健康小常识 然后天气 就是不差一分不差一秒 就在那个点给我发 然后一开始觉得我 我还觉得挺新鲜的 但时间一长 就是他就像那个公众号推文似的 我就感觉像在公众号团了 而且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不给你发 我跟谁发 就是这个就也还好 但是他后来呢 要求我就是 每天必须就是喝满八杯水 然后每喝一杯水呢 都要给他拍一个视频 过去跟他报备 那不是怕你忘吗 正常喝水就是渴了就喝呀 没必要就是强求我这个事件 这不是为你身体好吗 而且我每喝完一杯水 他给我发过来一个 今日八杯水任务完成度 一杠八 两杯水就是二杠八 三杯水就是三杠八 那要完不成呢 完不成的话 他就会扣我好感度 然后这个好感度 就也还要看他心情 扣多扣少 全看他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扣的 那是视频是吧 对 我要报备嘛 就是喝水的报备 这个好感度为什么减五啊 因为 看到了 牛肉火锅很辣 我最近长得我不应该吃的 那好感度为什么又复十呢 因为我谈了三个问号 因为他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要求 因为标点符号不可单独发 对对对 您这是自带测试系统是吧 哎呀 这弹窗厉害了啊 还挑我语法上的错误 我看出来了 那我问一下 今天你的好感度多少 今天的好感度别挑 好感度扣十 我也自带 每天都要这么做吗 对啊 如果不这么做 真扣分吗 真扣分 那扣了分之后怎么办呢 有那个底线分吗 有 就扣到一百分左右 就是会有惩罚 满分是多少 满分是五二零嘛 如果扣到 一百分 或一百分以下的话 是有惩罚的 什么惩罚 就比如说买礼物 这就惩罚了 惩罚过之后 还给把分加回来吗 平常如果说 他对我好的话 会加回来 加到五二零有奖励吗 有 啥奖励 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我会给他买 这是一个很好的 幼儿园管理方式 就是给你一段小红花 测评体系 真这么干啊 但是我从来没达到过五二零 因为他这个测评 就很主观 没有一个系统 比如说 有一次 我就是晚了半个小时 回他消息 我当时一共是二百多分 他一下扣了我三百多分 欠债了直接都 就还负分了是吧 对 还负分了都 然后我就得给他买礼物 然后哄他 然后他这个好感度上来了 然后我们才能 正常地作为一个情侣去交流 就是他这个考核的维度里头 涉及一些什么呀 我认为就是只设计一件事 就是他的心情 那如果说你做好了 我也不会扣你分啊 不不 咱先客观地说 都涉及到哪些 你比如说 我看约吃饭 刚才我看到了就算是吧 还有啥呀 这就是他不关心我啊 明明知道我长得都不能吃辣的 他还专门要去吃辣的 或者说说错一句话 或者说不够细心也算啊 如果说没有喝水也算 行 所以你对这个考评理解是对的 就是心情 天天就这么干是吧 对 就天天这么干 然后挺受不了的 而且呢 到了后来 他还直接升级了 升级到一个 每天的一个报表 每天然后我只要一离开他了 然后我就要开始 就是不管做什么 然后我都要给他报备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然后都干什么了 就是事无巨细地 都要跟他报备 如果说我晚上回去给他看表 他觉得不行 我还得重洗 因为他平常太忙啊 他也不经常给我发消息 然后完了之后 每次都是不回消息的 我就想了这么一招 但他也没做多久啊 你就做了半个月不到 我就不让你做了吗 我能坚持到半个月 我觉得我已经 挺有耐心的了 而且他觉得我在公司 跟他报备的还不时 然后后来他直接 把之前的工作辞了 就跑到我公司来了 对啊 那我去你公司 我也没看到你有多忙啊 直接就24小时 都渐进了开始 所以他现在 做你老板的助理是吧 对 他在行政 我在技术部门嘛 然后有的时候 我在工会工作的时候 我一抬头 我就能看见他 就站在远处 就远远地盯着我 就有点恐怖你知道吧 我都感觉有点恐怖了 我也是有点恐怖啊 那别人小情侣 一天24小时都见不到面 异地恋呢 你一天24小时都能见着我 多好呀 那是正常情侣是好 那但是咱们这种 你带给我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就本来说我白天上完班很累了 然后晚上我还要忍受你 我还要去哄你 忍受你那些小脾气 你要是出去什么的 不就能逃开他吗 我出去他也跟着我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同事 出去吃饭 或者我跟我客户谈工作 他也跟着我 就有一次 我开车带着我同事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我一看后视镜 然后就能看着他 就离得也不是很远 就在那盯着我 那不是我想知道你去哪 你这种事情 可以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干什么 你都没有回我消息 打电话又不接 那我只能跟着你了呀 我都说了那是忙嘛 有时候忙是真回不了你呀 那不行 就好不容易放一次假 然后我去见见我朋友嘛 然后有一次 我们就是出去小聚一下 我们六七个人 一个小酒馆里 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很奇怪 裹得很严实 还一直低着头 然后我就多看了两眼 然后一看 这不是我女朋友吗 然后她就这么跟踪我 那你跟你朋友出去的时候 从来不带我 我不带你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我之前跟我朋友聚会 都带着她的 然后呢 她就是就开始闹 开始作 比如说 她说我跟朋友A 说了十分二十八秒的话 然后我跟朋友B 说了五分八秒的话 我跟他就只说了七分钟的话 然后他就说 我师傅不如你的朋友啊 怎么怎么样 对啊 你老是说什么 没有这回事啊这样子 我把证据录下来给你看嘛 那你这 你就是在乎你朋友 比在乎我多呀 不是 这是同性朋友 还是异性朋友 都有 你可以私下里跟我说呀 你就当着我那些朋友的面 你就直接翻脸 翻皮线 弄得我朋友都很尴尬 天哪 而且有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带她跟我朋友见面 她就直接都上手打人了 我可没有 我只是提醒一下人家而已 那叫提醒吗 你都上去耗人头发去了 那你们俩站在一起 站那么久 这么亲密 我看到这么久 你们俩也没分开呀 你们俩早分开的话 我也不会去上手打她呀 我说了那是我就是处得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 所有女生都是你好朋友是吗 没有 就是那个女生 而且你指着别人鼻子嘛 指着人家嘛 我只是好心地提醒她一下而已 不是 怎么了 刚好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不应该站在我旁边吗 是是是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那一天 那天我们在外面聚会的时候 聚会啊 然后她跟那个女生站在一起 她跟她手搭手 手搭手怎么个搭法 她那个女生的肩膀 就过于亲密了不觉得吗 然后呢 然后我看了好久 然后她们还是没有分开啊 然后你上去揪了她的头发 揪了那个女生的头发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她而已 我问姑娘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就这感情上你觉得舒服吗 其实我刚开始 我也不是这样子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在半年前左右 其实也是家里发生了一种变故吧 就心里就产生了一种 时间观念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职业的关系 就说话也变得很重要 然后我就发现这些 平常很不经意的东西 但是能在心里面 压出一个很大的石头出来 不是 就是这么说嘛 你有没有觉得 你和你男朋友这段 关系的紧张程度 在逐渐升级 你有感受到吗 就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她之前其实 她之前也比较对我比较上心 她这段时间对我很不上心 她刚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 那都有哪些事 让你觉得她不上心 你要去升级这个紧张等级呢 我生日的时候 她那时候刚开始创业失败嘛 然后我也想着 你别买礼物了 我也挺就是理解她的 然后我让她买一束花给我 花也不贵其实 但是她当天也没有给到我 就空手来的 我在我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 你作为我男朋友 我生日的时候 连礼物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没买 我是在网上买的 我今天在网上买的 更好一点吧 她可能就快递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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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一直都有 一直很不上心 包括那次去划雪 她跟我说 她做好了所有的攻略 让我跟她去就行了 但是到了那边 排了三四个小时队 玩了也没玩多久 就说走了 我之前是看了攻略 就人家说 就是直接去就好了 然后坐我们直接住就好了 排了三四个小时队 你怎么不说呢 他们晚上也有都说 要提前去啊 你路线什么都定好了 就不会这样子啦 我没想到就是那天 就那天人会那么多呀 然后装备也 没有我们的型号嘛 这个没什么 可以再去啊 第二次再去就好了 第二次我们再去了 我就把她所有的装备 全都买好了 然后完了之后 把所有的路程 还有酒店 全部订好了 她没完一会儿 就说不想玩了 就跟我闹脾气 就直接把我甩在那边走了 我一开始是觉得 滑雪好玩嘛 然后我就想去试试 然后咱们去滑雪嘛 然后那天就摔得特别疼 你知道吧 就很疼 你看就说 你看她还说我交情 说我做你 你这么一个大男孩子 你摔几跤就疼 就不想玩了 你不交情吗 所以大概在女生内心的反馈时 我过生日 你的不重视 是为漠视 我们一起出去玩 让你安排 你没有细致周到的安排 是对我的不在意 对 我安排好了 我们再去 你只玩了一会儿就要走 是你想脱离我 再敷衍 这是你心里的感受 是 所以层一层下来 你那个也在加码 你是觉得男朋友很帅是吧 刚才也说他异性丸很好 是个事实 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心里的一种感受 我们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出去玩 也是就坐在那边 我们两个在聊天 我们一堆人在聊天的时候 有个女生就凑到他身边来 就说好久不见啊 好想你啊 这种 啊 那个是我的前同事 我之前 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 就是很好的搭档 出的很好 每个女的都是你很好的搭档 很好的朋友是吗 那个不 真的是我的前同事 她是那天就正好偶遇了 然后就 过来续一下旧嘛 那我们 聊了那么多工作上的事情 没听到 你就听到了那一句 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就好久不见怎么样 那半夜给你打电话 那女的呢 跟你说 哎 你到家了没有啊 我在这儿等你啊 那个是我的邻居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有个邻居 就坐在我楼下 然后那天 她是把包落到我家了 你说一个女孩子 包放到一个男孩子 家里面的像话吗 正常吗 这个 这个世界没有 莫名其妙的爱 没有莫名其妙的恨 没有莫名其妙的怀疑 和没有莫名其妙的被怀疑 女孩刚才我恍惚一下 你大概说了什么 半年前有一个变故 什么变故 方便说吗 我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 然后但是我在异地 赶回去的时候 就差那么几分钟 但是我没有见到 我爸爸最后一面 所以说我就觉得 时间特别重要 我也特别想跟他珍惜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紧张他是一个方面 害怕他变心了 跑了 这段感情没有了 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你在内心里面觉得 准时 守时 或者点滴的记录 是人生特别重要的 对 因为父亲走了 是这意思吧 我也知道他那些事 有时候吧 就是现在我就实在 就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感觉太累了 你有话直接说 别绕圈圈 我来确实是想分手的 就我也很纠结 因为之前 前半年的时候 我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想起来还挺好的 还挺快乐的 然后到现在 我感觉就是 他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想能就是找一个 男生的意思是 如果能回到半年前的时光 一切像我们初见那个样子 我还很留恋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 无法接受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的父亲 是在半年前去世的 对吗 那是一个应激性的 创伤性的事件 所以老师们怎么看待 这一对的关系 如何帮助他们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如果我们今天 仅仅听男生的描述 我们这位小妹 真的爱情不能这么玩 爱情是要被玩坏的 男生说 自己的女友像机器人 您其实内心也是明白 爱情它是不能机械化的 机械化操作的爱情 那它当中一定是没有爱情的 作为一个女生 我们把时间浪费在控制男友身上 这肯定会出问题 很显然 过度的控制 一定来自于 过度缺乏的安全感 我想请女生再描述一下 这个女生和您的这个男友 亲密到怎样的程度 就是她把手搭在了 那个女孩子的肩上 当着你的面 对 多长时间 很久搬个多小时左右 天下没有一个女人冷得住 对 她的情绪失控 是被你逼的 所以很显然 在你们的爱情交往当中 女生的原因很大 但更多的 她在你身上 真的看不到放心 看不到放心 就没有了安心 没有了安心 也就没有了安全感 再加上 半年前 她父亲的意外去世 她就耿耿于怀 那一个时间 她就用时间 来控制自己的男友 当然要掌握一个度 您的方式 太累 而且很容易 成为毁灭爱情的元凶 但是我还是认为 女生 致出 有因 我表达 理解 首先 在经历过这个应激创伤反应之后 你一直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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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特适合当产品经理 我公司缺一产品经理 你考虑一下 如果基于工作的角度 我特别欣赏你 非常的好 很有趣 你的整套系统虽然很主观 但它很有趣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所有在他面前表现的理性都是假的 我们有一个词叫 情绪理性 就是你装出一副很理性的样子 其实都是现在情绪当中 为什么 因为他恰恰是那个最能挑动情绪 那个人 其实你从跟踪他 跑到他公司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明白 必须得跟他分手 他就是 穿进你这个油库里面的一个小火苗 你知道吗 他迟早得点燃你 迟早得把你给毁了 何必呢 这恋爱不好玩 别玩了 就真的你接下来一段时间 最新工作 对于你 对于各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他说是我抚慰了你 其实是他在不断地挑动你的情绪的波动 但这事你说都说不出来 因为你说不明白 你知道吗 你就感觉 是啊 他是在陪着我呀 但他在陪着你的过程之中 并没有抚慰你的一颗心 趋向于平稳 反而让你这颗心 不断地剧烈地波动 反而让你的情绪 让你的性格越来越极端化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谁好谁坏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问题都很大 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你要吸取这个教训 就是你要好好谈恋爱 他很可怜嘛 虽然做了那么多 特别极端 特别不好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好 过度地侵犯个人隐私权 自由权 你已经变成了 你小时候可能也想都不敢想的 那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今天脸上这个妆容 是造型是给你画的 还是你自己画的 我本身平常就喜欢这样子的妆容 你从来都是这样吗 很多年前也这样吗 不是 对啊 所以你得想一想 你的审美的改变 你对于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判断的变化 究竟是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股狠镜 越来越多的表达出来 我相信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离火焰远一点 就这样 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脑子里面在复盘整个的 这个他们谈话的过程 然后我突然发现 人们真是每一个人都特别 特别容易暗示 对吧 像我们上来这位这小子暗示 你们在聊的时候 突然抽身一想 你说他给我们看的那个微信聊天 像不像 关系挺亲密的情侣之间的开玩笑 开始的时候 特别像 女生说 我弄一个那个温度表 男生说好啊 扣分嘛 没有人当真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强化 你看我对他多好 你弄这种情绪的温度表 我都配合你的 发现了吗 这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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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来 就是我们也被这个先入围堵的概念给控制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开始 否则他怎么忍受的 到后来的大表事件的时候 男生还是在配合 就是在这个他去跟踪你 他辞了职跑到你的单位来 在你工作的时候站在你背后那种阴森恐怖 在这个层面来说你是受害者 但是在这段整个的关系里来说 你也是一个失害者 就这姑娘一步一步的做 主观上面是你的问题 客观上面是他一步一步的在配合 迎合 但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要配合 为什么要迎合 所以不要再纠缠了 特别是女生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的 但是来这的目的其实也是 就是想让有个人能 就说出来咱俩的问题 如果说之后问题能被解决的话 我想还是能回到就是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对这段感情还是 有些向往的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像一颗 像二侧一样 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 就像一束阳光 我不希望你离开 但是能我却坚持那一点事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预测一下 我认为两个人都不会出来了 我也觉得两个人应该都不会出来了 双不出 双不出 确定吗 那女生可都说话了 你就是那一束光 我就是向日葵 你来的时候就照进了我的世界 你们还这么信心满满是吧 来吧 我们一起看结局 请开门 所以生活的一切 就是为那几个字 只要我愿意 关你们什么事 男生所有的诉苦 只是倾诉而已 说明他还能够承受 那我们就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 谢谢两位啊 既然你们还愿意在一起同舟共济 那就祝你们彼此能够宽容对方 好好的开始你们的爱情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如果他们愿意在一起 如果这段感情可以两个年轻人变得更好 让他们的生活觉得更稳定 更向阳 那我们就祝他们